昨天做了核桃枣 今天咱们就来做好吃的枣泥酥 大包酥的做法 简单一上手 酥香可口 层层酥脆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首先准备150克普通中筋面粉 加入5克糖 38克油 65克水 搅拌至无干面粉 下手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用保鲜膜包好 水油皮就做好了 接着再倒入90克面粉 加入45克油 混合均匀 再整理成团 同样用保鲜膜包好 油酥面就做好了 同水油皮放到一起 饧面半小时 接着取出做好的核桃枣 25克一份 揉成12个小圆球备用 取出饧好的油皮面 按扁 放上油酥面团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按板撒咸面粉防粘 先将面饼压一压 使油酥分布的更均匀 再擀成方形大面饼 厚度在2毫米左右 从上至下卷起 卷好后将粗细整理均匀 平均匀 平均分成12份 记得盖好 防止风干 取一个面剂 先将两头捏合封口 再擀成中间稍后 边缘薄一些的小饼 包入藻泥馅 手口捏紧 滚圆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后 稍稍按扁 摆放到烤盘里 表面刷成蛋黄液 再用叉子划出花纹 如果馅料比较湿 还要扎一些小孔透气 避免烤制过程中爆裂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 烤制表面桑色满意即可出炉 取出来放凉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咱们的核桃枣泥酥就做好了 大包酥的手法 简单一上手 层层酥脆 舀一口直掉渣 加了核桃的枣泥馅 香甜不腻口 真是越吃越想吃 如果你也喜欢 就赶快做起来吧